OK,这是我们的60公分 和1米130公分的冲拉单柜柜汤垃圾 首先呢,我们就会用这个便打 这个是公共时间表 这个手机动转换开关 手机动开关 银机停留开关 吸收器和电源开关 那我们再调小温度和时间 首先第一次按一下这个S一键第一次 第一排变成5P 这个时候设定温度 我们可以按向上镜头来增加温度 也可以按向上镜头来减少温度 一般我们设220度就可以了 第一排变成5到F 第二排的话就是需要的那个时间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向上镜头来增加时间 也可以按向上镜头来减少时间 一般我们设定30秒钟就可以了 然后再按一下ICT键结束时间温度设定 好,设定完成 现在已经达到了我们设定的温度220度 因为这个是一个手机动转换开关 刚打到左边的时候呢 打到左边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按这个手机动开关来开始烫化 那当我们打到中间的时候 设定是不会烫化的 如果我们打到右边的时候呢 设定是会自动完全烫化的 首先我们现在是在左边的那个手机动转换开关的一个效果 这个是一个集挺开关 当然我们需要把设定停止的时候呢 我们按一下电影 设定会停止烫化 当我们需要重新启动烫化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随时的旋转 然后这个机动开关就是反弹过来 就可以烫化了 这是电影开关已经走过来 这是一个接触器 当我们选择它 当我们的设定烫一次的时候呢 它就自动接触一次 我们可以按这个按钮按一下 它就会清零 往上可以 按一下它就会清零了 好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烫化效果 这是一下工作板 护照片 还有羊毛卡 还有一个生滑布 一个生滑布 这个是生滑纸 首先我们要把生滑纸呢 我们要把生滑纸 图案面向那个布 来烫化 这个不是迪伦做的 还没较低于反正 我们要直接烫纸 然后直接把这个煮 完全放在这个上面 头把蜜 画就是用村地乱 flesh 较低于 我们可以拉这个 把蜜 我们要按一下手指头开关 就可以自动往下压烫 然后这个规控时间表 这个时间表开始自动到几时 从30秒到0秒 当完成烫画的时候 规定的时候 这个发热板会自动抬起来 烫画就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把烫画产品锅造 我们来看一下烫画效果 非常漂亮 所有的颜色是移锅上去的 看一下这个图案上的颜色 已经完全配到这个锅上面去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烫画效果 非常漂亮 我们要试一下 这个状态的烫画效果 我们先把它做好 就don't know 我们自己看这些鸡蛋 把鸡蛋 过来 reunited 这个是我们的松滑纸 这个图案必须是黏定下这个布料的 那我们把这个面板塗一下 当我们需要自动烫滑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个档位往右边转 就进行自动烫滑效果 那现在我们开始推这个下工作板 那我们推到位之后呢 这个顺序的顺序 这个按钮都会收烫滑 这个时间表开始 30秒到0秒钟 到完全烫滑的时候 这个搬车板突然开出来 烫滑就结束 现在我们看下烫滑效果 非常的平整 漂亮 你看 颜色完全已经过滤到这个 这个项料上面了 这个颜色已经完全动到上面去了 你看看 你看看这个效果 你看看完美漂亮 颜色很鲜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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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